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李登辉小时候就被父亲带到日本学习 一直到了1945年日本战败投降 李登辉才再次回到了台湾 然后托关系在一所学校里当老师 因为当时台湾岛内 所谓的外省人和本地人一直有矛盾 这是蒋经国就想让一位本地人来接任自己的职务 来缓和下岛内的紧张关系 而李登辉正是被蒋经国物赐的那个人选 蒋经国李登辉本来没机会成为接班人 一方面由于蒋经国的几个儿子不争气 一个个都失去了接班的资格 另外一个方面 李登辉当时是位年轻有为的农学博士 在台湾的农业发展方面提出了不少有力的建议 而他的所作作为都被蒋经国看在眼里 当然后来证明许多的事情都是李登辉的欺骗手段而已 蒋经国和李登辉 在李登辉取得蒋经国的信任以后 他也就成为台湾岛内政坛新星 四年的时间就成为仅次于蒋经国的人物了 简直可以说是火箭式的提榜 这时的李登辉还是恭恭敬敬的 一副谦卑有礼貌的模样 这也是许多日本人虚伪的表现 可惜当时的蒋经国被他蒙住了双眼 国民党内一些老臣劝解蒋经国不要让李登辉接班 因为他隐藏得很深 根本不是现在的样子 可惜蒋经国没有财纳 李登辉到了晚年 蒋经国在一些事让人慢慢发现李登辉并不是自己想象的那样 也有意换人 可是此时为时已晚 李登辉已经掌握了大权 而且蒋经国本人身体也不允许他的折腾 1988年1月13日这天 蒋经国最终离开了人间 在他临终时对自己的女儿说 我看错人了蒋经国死后 李登辉顺利接班 执政的前三年还基本上能按照蒋经国留下的路线走 可是后来他把身边的反对者都除去以后 李登辉就撕下了那伪装已久的面孔 他首先把逃跑美国多年的台独大佬接回来 整天与这些人称兄道弟 真是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 随后他就全部被弃了答应宋美龄的三个约定 把宋美龄逼走美国 宋美龄对于李登辉的背信 既宋美龄是咬牙切齿却也不能为力 毕竟蒋介石父子已经不在了 台湾再也不是蒋家的天下 在邻居美国之前 宋美龄给李登辉四字评价 忘恩负义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